材料清单,鸡胸肉六两,黄瓜一根,胡萝卜一根,大蒜,白芝麻,糖,醋,生抽,辣椒油或老干妈油辣椒,油,黄瓜先放入冰箱中冷藏一两个小时,然后拿出去皮,切丝,原谅小胖子的刀工吧,已经很尽力的再切好了,胡萝卜去皮,切成丝,然后放在被水里吞餐一下,让胡萝卜稍微变软一点, 如果喜欢爽脆的口感,可以不用吞汤,将切好的黄瓜与胡萝卜放在一个碗里,将鸡胸肉放入沸水中,煮大概8-10分钟,煮久一点,煮老一点也没关系,然后捞出,让鸡胸肉的温度自然冷却,这个时候呢,就可以准备调料汁了,取一碗,加入糖,醋,生抽,辣椒油,不想自己做辣椒油的话,可以用老干妈的油辣椒代替和白芝麻, 味道呢,就见仁见智了,大家的喜爱不同,就依据自己的喜爱来吧,小胖子是喜欢酸辣中带有些甜味,所以会多爆些醋和糖,味道上,这个调料汁跟左松糖机里用到的调料汁差不多,取一些大蒜,切碎,锅内热油,一点点油就可以了,有五分热食放入大蒜,将大蒜炒出蒜香时, 只想想锅内的蒜粒倒入之前调好的调料汁里,做好调料汁,鸡胸肉也差不多变凉了,这时候就可以将鸡胸肉撕成丝了,顺着鸡胸肉的纹里来撕,这样比较好吃,将鸡丝放入成没有黄瓜丝里胡萝卜丝的碗里,将调料汁倒入成放食材的碗里, 然后拌好,只倒凉菜就完成了,小切是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,小胖子的厨房,会定期发布菜谱,还会不定期发布各地美食推荐,再签加好友,见面选择查找公众号,直接输入小胖子的厨房,或者输入公众号,Go on the news page,搜索即可。